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主席 杨栋梁 现时在熊猫中心的名称叫可可 体重大约是一百公斤 它是善于攀爬 盛情温顺 温柔可爱 海洋公园早前 已经派遣护理人员 前往熊猫中心 刀光演基地 进行前期的工作 包括了解两只大熊猫的习性 以及支援大熊猫 赴香港之前的身体检查程序等等 两只大熊猫 将会入住海洋公园的 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 为了令棲息的地 更加接近野生的环境 海洋公园 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优化工程 包括添加攀爬架和静立等等 也会进一步提升管内的设施 包括翻身地面 增设雪石和噴雪机 提升监控系统等等 行政长官李嘉超期望 两只大熊猫 12月中可以与公众见面 社会各界也会举行多项相关的宣传活动 包括下个月有全港精盟比赛 我希望可以在12月中 到时政府会在海洋公园 举行大型的启动仪式 两只大熊猫来香港 是全城期待的 民态女局正是联同海洋公园 女法局以及社会各界 积极地开展遍布全港的宣传 和推广活动 会在10月举办全港精明活动 广要全港市民发挥创意 提建议 为两只大熊猫提出有意义 能够突显它们特质的新名字 民体旅局也会举行大型的绘画比赛 今个月的康民处中秋彩灯会 女法局的无人机表演 下个月的庆祝国庆75周年 特别版 幻彩永康江 永康江 幻彩永康江会演等等 都会加入大熊猫元素 今日会在旅游咨询平台 Discover Hong Kong 启动一站式大熊猫 专题网页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上星期五 在北京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 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说 工商界要团结一致 找紧机遇 拼发展 多谢夏主任的肯定 认同我一直推进 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 夏主任也表示 希望香港社会各界 特别是工商界 企业家 团结一心 找紧机遇 拼经济 搞建设谋发展 将爱国爱港的情维 转化为一项一项具体的实际行动 要求我和团队 带领社会各界 特别是工商界 企业家 共同 以一项 又一项的实际行动 建设香港 这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工商界 企业家 不是旁观者 是参与者 贡献者 以及受惠者 内地推出组合权 多方维持的经济 包括降准 调低传量房贷利率 以及降低二套房首付的比例 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监会 举行联合法部会 人民银行将会调低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 约一万亿元人民币 并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将7日亦会够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 至1.5% 为降低居民工楼负担 存量房贷利率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 每年利息支出将减少1,500亿元人民币 约1亿5,000万人口 即是大约5,000万个家庭会受惠 而楼市方面 会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二套房首付比例 由两成半下调至一成半 人民银行行长潘光胜表示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行水平上基本稳定 第一个就是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价格层面的 我们要推动价格的温和回升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和银行业自身的健康性 要在这中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第四个就是汇率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中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先有些一会 待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修市部18845点升598点 总成交超过1179亿 看最活跃股份表现 凝资基金升6.03 腾讯控股升9元 阿里巴巴升3.4 恒生中国企业升2.46 美团升6.6 港交所升13.8 中国平安升2.45 小米集团升7.5 建设银行升1.8 南方行升科技升1.54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9.5 友邦保险升3.3 中移动都是3.3 港交所升13.8 香港中华媒气升1.4 人民币贵台最活跃港股 以人民币计价 港交所升12.4 美团升5.3 阿里巴巴升2.9 腾讯控股升8.6 中国平安升2.2 中国移动升9.5 中银香港升2.5 快手升1元 联想集团升2.1 小米集团升6.8 恒生科技指数升155点 报3853点 内地股市方面 相证综合指数升65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808点 其他消息 中国同瑞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双方同意加紧初商 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尽早达成高水平升级协定 商务部长黄敏桃和瑞士联邦委员兼经济及教育部长柏武兰 昨日以视像方式共同宣布两国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黄文涂表示中税自贸协定生效10年来对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升级协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促进双向投资 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提侧升级 特别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 将会对外释放两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合作的积极信号 帕姆兰就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税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显示两国始终致力于建设开放规范的国际经贸合作环境 向外界发出两国深合合作的积极信号 他又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化 瑞士在这些谈判中将会致力进一步改善 瑞士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条件 中国和瑞士在2013年7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7月生效实施 协定的目标是基于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促进帝约双方市场的竞争 确保充分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 消除和避免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 货务院总理李强今年1月访问瑞士的时候 双方一次同意尽快正式启动协定升级谈判 无线电视机者尤家辉报导 由中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深度载人潜水器 在驾龙号随母船深海一号科学考察船 完成首个国际航次 返航期间 今天早上首度访港 在驾龙号的科学考察船深海一号 早上7点多 驶入维港 停靠在尖沙咀海运码头 深海一号上个月啟航 完成西太平洋海域的调查 为期45日 三个香港科学家也都有 随行并执行下潜任务 驾龙号曾创出世界上同类型 载人潜水器作劫深度7000米的纪录 访港期间 考察队的成员会向本港师生举行 四场科普讲座 也会参加研讨会 分享科考的成果 大家午安 我是陈雨桥 我们先看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 收市部18845点 升598点 总成交超过1179亿 听罪活跃股份表现 营赋基金升6.3 腾讯控股升9.8 阿里巴巴升3.4 恒生中国企业升2.4.6 美团升6.8 港交所升13.8 中国平安升2.4.5 小米集团升7.5 建设银行升1.8 南方恒生科技升1.5 再看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9.5 有帮保险升1.3 中移动升1.3 港交所升13.8 香港中华媒气升1.4 恒生科技指数升155点 报3853点 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综合指数升65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08点 内地推出组合权 多方维持的经济 包括降准 调低传量房贷利率 以及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 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监会举行联合法部会 人民银行将调低传款准备金率0.5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 约1万亿元人民币 并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将七天液回购操作利率 下调0.2个百分点至1.5 为降低居民工楼负担 存量房贷利率 平均下调0.5个百分点 每年利息支出将减少1,500亿元人民币 辽约1亿5千万人口 即是大约5千万个家庭会受惠 而楼市方面会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二套房首付比例由两成半下调至一成半 人民银行行长官公胜说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第一个就是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价格层面 我们要推动价格的温和回升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兼顾支持尸体经济增长 和银行业自身的健康性 要在这中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第四个就是汇率 要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中恒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看看其他消息 启德体育园明年的首季启用 行政长官李嘉超透露 会举办盛大的开幕活动 启德体育园将于明年第一季 就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开幕活动 我们期待《啟育界时》 就是当我们开幕的时候 有多名香港本地的体艺明星 在启德体育园的主题馆 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面 是为观众带来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我要求的就是做大量的演练 这个演练是应该是针对 除了是人数以外 也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时段 甚至可能在不同的天气 都应该尽量去演练的 演练的目的是要确保 第一 营运的单位 是知道有什么地方 是要更加完善它 特别是疏散人群 四个前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成员 早前上诉获减刑 其中一人入品申请人身保护令 或自己因为行为良好 该获再减刑 即时释放 行政长官介入发出证明书 改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不评论正在那里聆讯的个案 强调国安案件要从严处理 国家安全的一些条例 任何对于国家安全的罪行 我们都会依法处理 我们在每一件案件里面 都按着法律的元素 和程序 依法去处理每一宗案件 的士司机为例寄分制度生效 他在蓝收车子等可以被扣分 但部分违规行为 原本已经可以被投诉 为何只有极少数个案被检控和定罪呢 新的寄分制 是否真的能够改善的士服务质素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根据交支会第一季 季报数字 在转介给警方大约660宗 的士投诉个案当中 只有3%被票控 近七成个案 警方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进一步跟进 政府正是研究 强制在的士车厢内安装摄录系统 方便调查的时候 可以列为证据 又是否可行呢 23岁的Conny是摄影师 有时一天要去几个拍摄场地 时间赶急的话 她就会搭的士 通常会在港岛区是多些的 可能一个月有四至五次 通常都是赶时间的时候 都是很日常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job要去的时候 我就会搭的士 就是免得自己迟到 最近一次她要由中环赶到去九龙 一般车费大约130元左右 谁知司机叫价250元 Conny要求按标收费之后 更加被拒载 她一来就可能在窗上问我去哪里 然后我就说去九龙区 她说她就开了个价钱给我 我就觉得太贵了 因为我觉得应该按标收费 因为我也 prefer按标收费 但最后都是没有 她就说不再就走了 她的士站是排了长龙 但是你会感觉到你问每辆的士 其实她都会问了你地点和价钱之后 她才会决定在不在你 根据现行法例 被的士司机拒载或者滥收车资 两条罪行一经定罪 各可以被判入狱最多六个月 和罚款最高一万元 但Conny说她最后都没有去投诉 一来我们的案件 就是金额不是很大 涉及金额不是很大 而且这件事发生的频率 在香港应该都比较算多 所以你说我投诉这个action 去拒了之后 会不会得到很大的回响呢 我觉得就这样看坊间 好像没有什么投诉成功的例子 告诉我们其实这件事是有效 为了提升的士服务质素 的士司机为例计分制度 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开始生效 新制度涵盖11项违规行为 司机拒载 蓝收车资 更改麦标等等会被扣10分 逗路、逗客、吊泥曼等等扣5分 至于拒发收据 拒绝被乘客要求的人数上车等等就扣3分 如果司机两年之内扣满15分 会被暂时吊销的士牌第一次停牌3个月 之后每次停牌6个月 以康尼的经历为例 的士司机同时满收车资和拒载 如果调查成立会被扣20分 即时停牌3个月 远纳德做了的士司机超过30年 他说经常遇到客人无理投诉 他担心日后会有乘客满用计分制 令到司机和乘客之间出现更多的争论 他担心日后看不到 他也可以投诉他故意拒绝不在他 你过了他才担心日后 他也可以投诉他故意拒绝不在他 我觉得一点都不公平 我们已经罚了钱 你能告入罚了钱 为何还说要扣分呢 而且扣分真的很恐怖 两年15分就很容易了 的士服务质素近年经常受到批评 根据运输署统计 警方去年一共接获9584宗有关的士的投诉 但只有57宗被检控 虽然全部被定罪 但只是占整体投诉0.6% 袁纳德说自己最近亦被投诉 但最终警方说未能够跟进 上两个星期左右 在禁区我已经锁了门交间 我跟他说我下班了 他就说我拒载 他投诉我说我拒载 那封信就说调查不了了 就叫车主留意一下我 做好点的的士司机 就说他跟进不了 因为他很难调查到是真的假的 交通资讯委员会过去每年 接获大约1万宗投诉 虽然疫情期间有下跌 但去年已经回升去到超过11400宗 而今年头三个月就接获2820宗投诉 根据交支会第一季季报数字 在转介给警方的大约660宗个案里面 只有3%被票控 接近七成的个案 警方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进一步跟进 乘客提供这些资料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会很参差 涉录的时候光线、声音 甚至环境会不会手震录得很蒙 所以证据是比较参差 过去我相信有些投诉都有提供证据 有些是进得到的,有些是进不到的 视乎证据的清晰程度 甚至可靠程度有多大 他认为寄分制虽然加强了阻吓力 但如果无法举证 最终会和现在一样 有投诉都难以跟进 如果乘客很不满投诉 他可能提供一些证据 但司机有些佐证证明他不是有这种情况 那什麽才是可以为法庭所接受的 又或者调查人员所接受这件事 需不需控告呢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你不录算不算呢 录音算不算呢 摄影算不算呢 怎样为之一个真正 是可以成立的一个佐证呢 这件事是需要搞清楚的 周国强是一间车行的负责人 聘请了大约500个司机 他说因应寄分制的实施 之后会逐步为车行部分的的士 安装摄录机和录音设备 保障司机和乘客的利益 有时指控是双方的 如果单方面的指控 有时举证各方面都是难的 但如果真的有录音录音的话 大家没有那么魯莽或者那么冲动呢 你说不好的司机一定有的 我们的士业真的有刻得的 但你说数量是不是这么多呢 就一点也不多 但相反如果装了摄影机的话 可以减少了一些无谓的争拗 可以减少了大家互相无理指控 要在全部的的士车厂安装录影系统 预计要花费几百万 周国强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资助 如果你的司机本身真的做不好的事的话 对他的指控是应该的 但你现在去实施了这些例的话 相反就要我们自己整个行业 去承担我们的行业带来的压力是有的 但是现在唯有我们自身 去想办法去舒缓现在对这些冲击 其实在这个生态上面 在营运的生态上面 其实是不害而无一利的 澳洲昆士兰在2005年 推行强制性的士车厂涉录机计划 并且制定安装指引和规格 只有认可人员可以下载片段 而在新加坡 是不是在的士车厂里面 安装涉录机就属于自愿性 但当地同样制定了法律指引 以保障乘客的私隐 特区政府也正研究是否强制的士车厂 安装行车记录仪等等的涉录系统 计划在今年之内咨询业界意见 陈恒彬认为 政府也可以参考外国的做法 定名详细的指引 在云端也都是平时没有东西就不会有人看到 是有起投诉 有起事发生才去拿出来 既是能够保障到大家的私隐 其实也都是可以确保 没有人去干预到这个涉录的系统 是全个过程有记录的 这件事我们都希望 整套系统是比较全面一点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